大家好,这期节目是一个短讯 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国内传的消息 这个消息正讲,我们也没办法考证 但是我觉得也无所谓 可是我觉得这个消息讲的一些内容 跟我以前的一些预言有点近似 所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既然早上我国内的一个朋友 传来了一个网络截图 他说这个消息在国内的网络上 大家都在底下透透的传 就是让我看一下 那么我看了一会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因为我以前在节目里头 给大家都反复说过 中共这么多年财富到哪儿呢 实际主要在官员手上 然后再加了一些白手套 对不对 除此以外,老百姓手上就没有多少钱 昨天我跟大家分享的那篇 孙立平教授的文章 他也指出来了 中国财富都是被权贵给瓜分了 老百姓手上本来有一点钱呢 你又弄通货膨胀呢 给搜刮走了 然后好不容易产生一点中产呢 积攒了一点钱 你又让一帮伪装生企业家的骗子呢 通过什么高息理财呀 P2P呢 给骗走了 等于说老百姓手上就没有钱 而且前一段时间呢 我在前面里头也说了 就说中国增发了这么多货币 为什么市场没有启动呢 因为能拿到这些货币的人呀 还是权力皆生 这些人又不花钱 转过手呢 又把这些钱啊 又存到银行去了 所以他国内的这个消费啊 根本就刺激不起来 我以前说呀 习近平要想真正的搞出钱啊 你只有从这个官员身上啊 把这份钱的搞出来 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财富 因为你增发货币啊 等等那种办法啊 那都是虚的 只有现在官员手上掌握了这些财富呀 那才是真真实实的财富 我以前把我这个观点啊 说过好几次 那么今天我看这个帖子啊 我看了以后啊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啊 给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也许他是看了咱们的节目吧 当然我这是调侃啊 这个帖子呢 是两个人在网上的一段谈话 谈的也比较长 信息也比较杂乱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就是他讲的几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习近平啊 最近可能准备对这个红色家族动手 希望这些华尔代家族呢 捐缩他们的财产 让党国度过危机 然后还说了一个指标 他们最少捐三分之一 如果不执行的话 那么将用雷霆手段呢 来强行推进这一步 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 因为这种抢劫掠夺 就是中共的看家本领嘛 他们也是靠着这个起家的嘛 那么他到了现在 他为了保持这个红色江山不垮台呀 那么他在割韭菜 胳膊上的情况下 他也只能刀口向内 也只能向这官僚集团开刀嘛 先把你们的钱给我交上来 让我先渡过难关再说 这一幕啊 明朝末年的 从今就用过嘛 他当时为了抵抗李自成 但是朝廷没有钱 连这个军饷都发不出来 他曾经动员过这个官员捐钱 结果他这个动员呢 也没有什么用 官员都给他哭穷 都给他拿一点点钱 把从今气得也没有办法 结果过了十几天 李自成就攻进了北京 那么崇祯上了梅山去上吊了 那么这些大臣呢 在李自成的酷刑逼捐下 捐出了无数的钱财 所以啊 这个历史啊 真是太诡异了 也许习近平啊 跟崇祯啊 真是同病相连呀 因为这个对话里头呢 还表现出一个意思 就是说习近平他现在已经感觉到 他想重启经济呢 他的所有办法都没效果了 无论是对内的还是对外的 他现在也彻底认识到 想跟美国跟欧洲啊 再修好那种关系 已经是不可能了 他当下的这个困难啊 就让他过不去这个卡 他现在只能用这个非常手段呀 向红二代开刀 因为他们才是真正掌握中国财富的人 可以说习近平啊 是拥有权力 那么这个财富经过这么几十年啊 早被红二代刮风完了 他习近平家族掌握的这个财富呀 跟整个红二代家族掌握的这个财富啊 那比起来他也只是一小部分 所以他现在把这眼光呀 盯着整个红二代的家族 你们要给我拿出钱来 而且说的指标要拿出三分之一 我想啊习近平上台这么十几年啊 大搞这种特务机构 这些红二代家族有多少钱 我认为他应该是掌握的 而且他还有控制别人的办法 现在就看他的这个指令下去以后啊 这一帮红二代听不听他的话 愿不愿意交出这个财产 这是第二个意思 那么第三个意思是啥呢 他在这个里头讲啊 据说是红二代那边呢 确实有相当的怨言跟怒气 肯定了他们过了这么几十年的好日子 搂了这么多钱 现在让他们捐出去 那真是跟割他们的肉一样啊 所有的贪官啊都有一个特性 全都是那定色鬼 我曾经认识的一些干部啊 我都知道他们最少有几千万 但是哪怕出去吃一碗面 他都不想掏那个钱 你想想 现在让他们捐出三分之一 这些人不是心如刀割吗 那么他们会不会在这个时候 起来跟习近平对着干呢 对不对 他不为了别的 也不为了党国的理想 就为了保住他们的财富 会不会跟习近平来一个鱼死网破呢 所以啊 这个现在啊都不好说 如果这个传言是真的 那么中国官场的这个斗争啊 将会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这就要争刀争枪的干了 以前我们大家一块分钱 对不对 你习近平上来以后 你把很多家族的这个权利啊 你都给剥夺了 我们呢也就忍了 因为我们搞到钱了 我们有实惠 但是你现在你连钱都要搞走 这人是不是也会有怨言呀 对不对 况且大家都是红二代呀 就从红二代比 你习近平的家族并不占优势嘛 你习中心既不是高级将领 也不是当时第一集团的那革命领导人嘛 所以你习近平为什么独占这个天下呢 如果他们的气都憋在这呀 跟习近平鱼死网破呀 也不是没有可能性 好吧这个消息呢 完全是网传的消息啊 没有什么依据 我只是把这个当作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啊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但是中国那边的事情咋说呢 往往谣言都是遥遥领前的预言 好多谣言最后不都是实现了吗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